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千辛哥 那么本期视频呢 跟大家分享五个 伴藏不为人知的冷技巧 还是比较冷的啊 冷知识系列就是 它有些银行有冷知识 有些银行就没有吧 所以说又不能不做 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很冷的技巧吧 然后第一个技巧是 爬墙蓄力键 就是正常 你看你 你蓄力 你要蓄很久 爬墙是不会打断你的蓄力的 左键 然后爬墙 爬上去之后 再射一键 比如说你想爬这个墙 爬到高台上 正常爬墙 然后爬到墙上面 蓄力射出去 是这样的 它爬上去之后 是有一个蓄力的过程 但是你可以先这样 在地面上就开始 但是如果是这样 在地面上就开始蓄力 爬到墙上来 直接就可以释放左键爆炸了 去左键爬墙 上来之后也是个满能键 第二个技巧是通过大招道配合 直接实现秒速满能键 还是这样 正常需要左键蓄力 才可以打出来 但是如果是这样 左键蓄力完成之后 开大招 这一发键是满能键 你看我并没有什么蓄力 左键蓄住 开大招 下一发实现是满能 这个技巧 想必没有什么人知道吧 第三个技巧是 二段跳灵活放大招 正常放大的时候 是只能呆在原地不能动 呆在原地不能动 就很容易被秒 被睡 被暴徒 是这样的样子 其实我个人还有一个小方法 就是释放大招之前 先 释放大招之前先晃一晃 别人就没有那么容易打中你了 跳起来开大 一定要跳起来开大 跳起来开大 跳起来开大 然后二段跳 这个就比较灵活了 你用你的跳和你的二段跳 把你这个动作的僵硬给取消了 显得你这个人就特别灵活啊 是不是 回头一看你的最佳 哎呦 哎呦 签字根 你这个 哎呦 厉害啊 那么第四个技巧呢 我把它称为双视野剑 但双视野剑说的有点玄学的 其实就是先射一个 再射一个 把第一个视野剑对向空中 你一定要轻挤左键 轻挤左键 把它轻轻地射到天上 哎 你看它在天上飞飞飞飞飞飞飞 哦 掉下来了 然后我们这个下一个视野剑 就只剩五到六秒 然后这个视野剑刚刚消失 我下一个视野剑就补上了 耳鞋做好是要等第一发的效果消失之后 再射第二发 因为它有一个小的效果 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这一发射出去了 落地了 是不是 现在我剩两秒 但是我射第二发的时候 第一发就会消失 看到了 它并不会两发一起存在的 追求这个效果最大的话 还是等第一发消失之后 再射第二发吧 实战你可以这样 开启视野剑 往天上瞄 往前一点点 然后轻接 这时候可能十 九 八 七 就对面进攻的倒计时呗 五二 一 然后对面出来 我这个视野剑正好落下来 过来第二发 再射 你这样的话 就可以掌握对面的视野 大概十几秒吧 相当于一个小的百合的大招 第五个呢 是一个冷知识 大家可以互动一下 叫视野剑离奇杀人案 当大水举盾的时候 把视野剑射到盾上 然后撤下盾 大水会不会遭受到伤害 OK我们设计一下 他现在那个视野剑是在盾上 好放下 不造成伤害 傻了吗 是完全不造成伤害 是的 我真是没想到 其实我是想当一个技巧来讲的 结果给自己搞乌龙了 估计这个知识也能骗到很多人 值了 应该可以 值了 小明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 已经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巧了 喜欢本期视频 喜欢签字的话 记得给我的视频 点赞投币加收藏 这里是除了赢什么都会的签字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